大家好,我是CC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汽车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,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不是没原因的,就拿俄罗斯的熊来说吧。 大家也都知道,俄罗斯养熊就跟养狗是一样的,可见这俄罗斯的熊多怂,但这也间接性地说明俄罗斯人的彪悍,就像下面这位大叔一样,也不知道大叔脑子里的哪根筋打错了,在旧仓库里找到了辆小汽车,然后对他实行了暴力改装。 之前这位大叔把轮胎安装了钉子,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的,毕竟俄罗斯啥路况我们都是知道的,但搞不明白大叔要把车身全都像满钉子,是为何啊? 难不成是为了跟轮胎配套吗?大叔啥也不管,开始埋头改造中,一段时间后,这个长满5000个钉子的车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,说实话,就这车上路的话,别说10米内没人敢靠近了,50米内都没人敢, 这怕是碰瓷的人看到都怂了,就算碰上最结实的丰田,也不敢跟这款车硬碰硬吧? 不过大叔这款车还可以预防碰瓷,毕竟现在的社会并不是很安全,说有碰瓷的就有了,但有了这款车之后,碰瓷的都会吓得远远的吧? 不知道大家对大叔的这款车是怎样的看法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!